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 年国强从事情报工作却只有五年多的时间 最初转入这个岗位时 年国强还有一些抵触情绪 当时我对情报不了解 工作需要缜密的心思和严谨的头脑 熟练掌握情报工作的各项业务技能 这些都是年国强的短板 从视频侦查到DNA比对 再到指纹分析 他必须从零开始一点一点恶补 当时自己不会啊 我也怎么办 看别人怎么做 学 学别人的方法 学别人的本领 然后你到处是拜师学艺 看别人的计算法呀 跟别人的常沟通 常交流 随着学习的深入 年国强觉得知识越学越复杂 压力如山 然而 困境也激发了他的斗志和钻研兴趣 每当大家一起讨论案件的时候 年国强都会拿着笔记本记下笔记 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在实际办案当中 这个我想是你通过他的作案手段 鼓励特点 通过这里来找人员 我得意思了 假如说我们要找一个道歉的 然后呢 后面我们再串出来案件 又是跟他作案手段也差不多 那搞不过就他应该 从大海老振的第一步 我想全体做一个范围 然后呢 再通过这个现场的作案手法 与嫌疑人以前的作案手法 我们给他加以归纳总结 找出特点 从最初的一窍不通到摸索出规律 从分析走入死胡同再到柳暗花明 年国强逐步掌握了痕迹检测 行为轨迹分析等重要技术 而在实际办案过程中 年国强对情报工作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情报与刑侦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两个部门的通力合作能够大大提升案件的侦破效率 现在我感觉呢 情报是整个警务工作当中重中之重 因为什么呢 现在在大作业时代 情报是服务于行政 服务于实战 科技的发展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快 那么呢 犯例分子的手段呢 由传统的面对面 转为到更加隐蔽性 更加不接触性 这种这个程度上面来 情报的作用是 一是引领 二是你精准导向 我们能够情报 通过情报做出来的数据 能够用情报做出来的时空轨迹 我们可以给这个一线的办案部门给他一个精准导向 然后呢 给他们一个推送 让他们在自常办案中减少一些弯弱 除了理论学习之外 与隐藏在暗处的犯罪分子一次次斗智斗勇的过程中 年郭强不仅强有力地支援了一线干警 自己也完成了蜕变 我们跟逃犯之间 其实就是猎手跟猎物之间的一种较量 比的就是谁的耐心更长 谁的呢 技术更高 有可能猎手会抓住猎物 但是还有可能猎手反被猎物咬伤 2018年3月 年郭强的情报分析技术遭遇了一次实战中的严峻考验 他接到一项紧急任务 追逃一名躲藏了十多年的再逃嫌疑人 再逃嫌疑人的同伙在广东落网 年郭强需要赶赴广东配合追逃 我们就根据他同犯交代的信息 发现呢 这个时候 逃犯已经有所警觉了 然后我们最难的地方就是 他以前遗留的所有的信息 都是已经停止了 他不用了 我们需要做出他最新的轨迹 我们当时就分析呢 他可能不止一个身份 只要需要你我们对他其他身份去加以分辨 然后呢去找 在逃嫌疑人不知所踪 身份信息也已经失去作用 追逃工作刚一开始 就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时间拖得越久 抓捕也会变得越棘手 因为过了这么多年嘛 有可能有其他身份 于是呢我们就跟你在这里做线索 结果你发现有上百个类似 相似的线索 面对上百个身份信息 年郭强一时间陷入了困境 但时间紧迫 怎样才能迅速锁定 再逃嫌疑人使用过的所有身份 在上百个相似的线索之中 抽丝剥茧 找到案件突破口呢 这就需要我们从全方位 多角度我们去做 当时的时候我们是发现它的通信位置 在不断地变化 每到一处都会打接一处一个电话 从湖北跑到湖南 接着往张家进 所有的对端都是重庆 虽然狡猾的再逃嫌疑人在不停移动 无法锁定它的具体位置 但通话记录显示 再逃嫌疑人频繁给重庆的老乡打电话 因此年郭强大胆排除其他干扰信息 做出了推测 再逃嫌疑人的最终落脚点应该在重庆 于是专案组迅速赶往重庆准备抓捕 可就在此时 再逃嫌疑人的手机信号向重庆移动的途中 却突然消失 随后这个手机信号又出现在了湖北 这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再逃嫌疑人是否已经有所察觉 从而将落脚点从重庆改为了其他省市呢 再以来就是说出现了一个分叉点 一旦我们的数据出错了 那么他们可能说按照我们的情报 说开展的所有的工作都是白费的 纯粹在来 面对具备一定反侦查能力的再逃嫌疑人 年郭强必须在真假难辨的情报中 甄别出准确信息 那么这名再逃嫌疑人究竟是故步移震 最后的落脚点依然是重庆 还是他选择了新的目的地呢 年郭强突然发现了关键线索 虽然此前一直密切追踪的手机号码的信号在湖北出现 但一个新的可疑手机号码又浮出水面 并且多次跟再逃嫌疑人的重庆老乡联络 发现一个新的号 所有的这个轨迹与这个习惯 都跟之前我们所掌握的是一致的 当时我们就分析了 一呢可能说是我们这个研判精准度还不够 第二个呢就可能说是目标突然换手机换号 还有种可能性就是说它是人际分离 最终确信一个是就是逃犯有可能 帮他的通讯工具放在车辆或者说让别人给带去带走 然后你故意混淆我们的视线 真实的目的还是逃往重庆 年郭强果断排除了再逃嫌疑人 故意迷惑专案组的干扰线索 但这也只是锁定了再逃嫌疑人的落脚点 和大致藏匿范围在重庆 一旦对再逃嫌疑人具体藏匿地点判断错误打草惊蛇 狡猾的再逃嫌疑人将再次逃脱 那么茫茫人海之中 如何精准确定他的具体藏匿位置呢 我们讲究的情报就是一个大胆的假设 他总要找了一个他认为比较安全 值得信任过的地方作为他第一站的战斗点 第一个他是逃犯 所以他不敢使用他的身份证 那么呢第二个 纯正那一块呢 他们的当地的这个房子不太多 第三个他老乡是学里的工作人员 学后里面呢人多 躲在里面呢他会相对于安全 一张密不透风的追捕大网在快速收缩 年国强准确地分析出了 再逃嫌疑人的藏匿位置是重庆的一所学校 并通知专案组提前埋伏 专案组根据年国强提供的情报 很快便将再逃嫌疑人成功抓获 如果说是一些这个迎难案件 我会有些兴奋 因为越是迎难案件 那么呢 对我来说呢 一是对我专业技术的一个挑战 二呢 迎难案件的时候 需要我们去伸张正义的压力 会更大 近年来 年国强利用情报研判和大数据分析 连续破获多起大案要案 因此他也经常接到各地公安机关的求助 但面对数量庞大的一案 仅凭一己之力很难去完成 于是他跟同事们群策群力 将办案方法梳理归纳总结 形成一套全新的天网家记战法 因为人活在设备上 他不是真功的 他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痕迹 尤其在当今设备上 这个大数据死呆 每个人都离不开网 机 卡 车 把他结合在一起 不断的压缩犯罪分子的生存攻击 对于我们侦察办案来说 我们也可以初步 立即锁定一个大肆的范围 让每个侦察人员都知道 从哪里切 如何切 切入口在哪里 然而在工作中展露头角的年国强 却在生活中遭受着接二连三的打击 他的父亲因脑溢血突发 常年瘫痪在床 他自己也被确诊患上了恶性淋巴瘤 当时我自己感觉天都塌下来了 真的塌下来了 感觉到有时候都感觉那时候 活着没意义 一个家里面两个男的 结果两个男的都倒了 有时候也想过 也有过亲生的念头 后来就考虑到你 我要是我爸这样的 我要是再一走的话 我们这个家怎么办 然后就是哭呀 累呀 哭完之后了你还得干呀 年国强一边化疗一边坚持工作 每天清晨 年国强都早早起床 照顾好父亲 再出门上班 鼓舞年国强前行的动力 既来自工作 也来自家庭 他希望给家人撑起一片天 让他们能对自己的警察事业 引以为傲 现在您办案的动力是家庭是占了多少 办案的动力跟家庭 各占百人的故事 各占一半 我们希望能给被害的人 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2021年 年国强经历了工作中的又一次严峻考验 公安部部署开展团圆行动 通过完善失踪儿童信息 采集疑似被拐人员数据 破拐卖儿童鸡案 富阳市公安局积极响应团圆行动 全力侦破2007女童拐卖案 在这起案件中 拐卖女童的嫌疑人虽然已经被抓获 并交代当年将被害人 带到外省某砖窑厂 但案发时间久远 砖窑厂早已废弃 周围的村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关当年被拐女童的线索无从查起 2007女童拐卖案陷入僵局 此时的年国强淋巴流复发 正在饱受病痛煎熬 然而得知此事后 重病缠身的年国强主动请英 担任情报研判组组长参与案件侦破 有时候我也在想 如果是我遇到这种事情 我会怎么办 我感觉那时候我一定会崩溃的 那么被害人家属 他就难道不崩溃吧 我们干公安 为什么干公安 就是为了保安为民 解群众之所难 解群众之所有 那么做 怎么做 尽快尽早 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 在这起案件中 可以利用的线索少之又少 而案件迟迟不能侦破 对于团队来说 就相当于是欠账 时间拖得越长 大家的心理负担就越重 仍然抱着一丝希望的年国墙 决定大海捞针 带领专案组开始挨家挨户地打听失踪女童的下落 当时就提出这个以窑场为通行点 向外辐射50公里到100公里之间 我们去做 然后你一点呈现 一线成面 我们以拍手为点 给它你逐个去摸牌去找 我们找的输入越快 然后走访的频率越高 那么你就有可能距离破坏 时间就越接近 历经一个多月的摸牌走访 专案组终于在距离案发现场 约70公里的一个村庄 找到了当年的受害人 经过生物学比对 确认无误 至此离散十余年的家庭终于团圆 是不是你女儿 看到 当时我看到她父亲那个情况的时候 那种兴奋 流泪 我这几年感到欣慰 然后又感到高兴 同时呢 我也感到自豪 毕竟我瞒年帮她的女儿找回来了 给她加了一个团圆 她那种笑容 其实到现在我心里还有 然后也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从2021年1月到2022年5月 安徽省护阳市公安局颖州分局 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四起 帮助被拐儿童家庭实现团圆的夙愿 因为我们做这些不是说为了得到某些这个奖励 我们其实就是一个信念 我们要对得起这身警服 要对得起百姓 其实我们要的是一个交代 给被害人家属一个交代 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抱着这份信念 年郭强总是不辞劳苦地为一线的行政人员 提供着情报支持 她希望她的努力能够换来这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因为干警察真的是很辛苦的 白加黑 五加二 夜不归宿 有时候出差一出都是好几个月 竟然选择警察这个职业 我希望能让大家看到我在干什么 帮大家也带动起来 我希望看到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的下一辈很安全 这是我想做的 也是我想要的 所以为了这个想法 我可以去评 我也愿意去评